听着老师介绍他创作的技术及理念 美味作品让人非常赞叹 感受漆气工艺的美 而且还有DIY活动 让民众亲自体验创作的趣味 这就是草屯镇推行的艺术深度旅游活动 艺人料子又对此规划一日亲自活动 表示非常肯定 草屯镇公所非常用心 透过网路平台的一个登记 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提供给更多我们的好朋友 能够来我们草屯 做一天的深度资讯一个旅游 就是很新鲜 然后我觉得真的当一个艺术家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真的是需要一些长时间的经验累积 然后必须要有艺术的天分 过去十多年来 虽然地方很努力 要将中堂公路打造为台湾艺术大道 但成果不是很好 不过在日前开馆的 九九丰生态艺术园区 主办单位就是希望能够结合 并创造中堂公路的文化艺术观光价值 并且带动沿线产业的开发 而参观民众的反应 都指望这是非常值得参访的地方 我虽然是住在附近 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的来体验过南投的这些风情 特别是这艺术这方面 因为我们是外来的 比较不知道 说南投它有这么多艺术的部分在这个草屯这里 配合着我们九九丰 最近的生态艺术园区的一个开放 告诉我们全国的一个好朋友 能够草屯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旅游的方式 叶月亮只有表示 虽然草屯镇并没有向外地拥有自然景观的美景 但艺术工艺的发展 也是非常值得和家共同欣赏的地方 所以非常欢迎民众来访草屯镇 好好享受一场艺术的深度旅游 希望说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利用星期假日 或者平常时候 欢迎你们能够来好好利用这个平台 来我们草屯做一日的这个知性之旅 在首次由主办单位带领参与的40位民众当中 都来自各个不同县市 而且不少是新住民的朋友 带着孩子一统参加 他们也认为收获非常多 对草屯镇的艺术大道 也留下了美好印象 明信网黄玉怀 草屯采访报导